詞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大概我們第一輪先收集三位好不好 你有什麼 不一定是問題 你對於今天的講者也好 你有一些意見想要回饋也可以 這不一定可以 不一定要有問題 你也可以講出你自己的經驗好不好 這邊一位 再兩位好不好 哪邊 哪邊 在裡面是不是 這邊有一位 你要走出來好不好 來 還有沒有 那邊有一位 好 那我們先請裡面那位 你好我想來詢問一下 就是說在整個3118事件裡面 有一群人衝擊監察院 然後這檔新聞只在媒體上面 只閃耀那麼一次而已 然後再來就沒有 你說原住民的朋友 心理監察院 對監察院可不可以 假如說你們在現場不要知道了 可不可以提供大家分享一些相關的 我感覺這檔新聞 好像那只是閃過一下 然後標題閃過一次之後 再有沒有畫面出現 這樣子 讓大家可以分享一下 來 第二位 對 那個我不知道我問這個問題有沒有 有點敏感的感覺 然後 就是因為很多人都會去討論說 這場運動的權力分配的問題 然後 我實在想說就是不知道 就是 雨潭的人他們會不會覺得這是必要之二 或是他們是怎麼面對這種矛盾 我們沒有權力的人就沒有權力分配 好 我們等一下試試看有沒有人可以回應這個 就是權力分配上的 好 各位同窗的同學 大家 我是民報的 我不要講記者了 好 偷拍眼 我很痛恨記者 在33年前我就來台中當記者 那時候我是台灣時報的記者 很方采 因為大家也知道 我們是一個 兩虎無愧天敵的一個報社 那麼現在 三十幾年後 我回來 剛好又可以在這個 可以讓大家信任的報紙 來擔任 分配 什麼叫做分配 只有我一個人在行政部的工作 我的記者就是 希望大家參與公民記者 老實講 三十年以後 台灣的社會 這些記者 我真的很恨他們 真的是歪七四四 而且是拿著 胡志強的東西 所有他們都亂報 我寫了一篇 我的疼惜同學 我是澳中畢業的 中澳中 胡志強 我疼惜他 叫他快點滾蛋 去當個什麼 董事長之類的 那時候當誰要這個董事長 還沒有出來 我就先發明這個董事長 這個位置要給他做 那那個胡志強叫什麼牆 你知道 你自殺那個志強的牆 他正在自己在自殺 為了他的權益 為了這些房地產 或者是建商的權益 要拚他最後一條老命 所以我想 如果他極力會永退的話 最後會很慘 所以我在明報 有兩篇觀眾回想很多 還有就是我的四層ERD 還有就是那醫事館 那郭家公經驗 那個就是我 偷偷混進去 裡面我照了很多照片 所以他不敢開幕 那會害死人 因為最後下午 環品就混過去 就是有這個空間不好 那個團帳的這個委員 就差一點出來 所以他現在完全是在拼業績 所以這個國家祭願 就是23號所以要開幕 就是29號就要投票 所以希望大家 出名隔壁說 這是一個騙人的進步 而且那個VRT那個車子 就是中國大陸的金融二手車子 那個你們不知道有沒有去坐過 講講叫 還要冷氣很大聲 不要大家搶得機車 什麼時候撞翻了 我們不知道 就是這樣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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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當時有兩個主要是一個問題 監察院的問題 是有誰知道嗎 沒有人知道監察院的那個 知道他們在喝酒而已 沒有跟到 沒有人能跟到監察院的那個 那個 江佑知道嗎 江佑知道嗎 不知道嗎 那怎麼辦 沒有人可以回答你 監察院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我們看 原住民到 我知道原住民去佔領的那個事情 可是 也沒有人的資訊 還是說你們有人知道是怎麼一回事 好 好 好 那我們 近代歷史來還原這一下 好 那另外第二個問題是有關於在 不管是場內或場外 這個可能 權力的集中或分配的問題 有沒有人想要談一下自己的看法 就是說 你覺得權力這個分配是必要之二嗎 還是說 絕對不能有這種 誰比較有權力 還是 有沒有哪位語談人想要來談 正神 正神 剛剛那個 剛剛說那個 原住民去佔領那個監察院 可能因為大家都知道那個監察院其實沒什麼鳥用 所以都沒有人跟這樣 然後他們去 好像說裡面好像還帶著吃的 但是都沒有跟我們講 我們覺得非常氣這樣子 都沒跟到 那第二個問題 因為我們都一直不是在最核心的程序 其實我們離他們距離其實有一點遠 但是陳寗其實大家 因為做運動做久 大家也都熟啦 那都習以為常 反正到一個現場他們也領導的也滿好的 就自然而然就交給他們 但是 這件事情有點尷尬啦 因為其實在那個時候 在裡面 因為拖的時間一場 本來就要趕快把核心 要8號施令的這部分 要把它建構起來 那至於說 但是其實它裡面也是有類似一個小的 6人還5人的一個組別 在決定那些事情 然後我印象滿深刻的 是因為我319就離開了 然後後來好像321又搬回去 那其實這兩天我都在外面 然後我就覺得在外面看很多人 就是坐在那邊 然後大家也會急迫 我想說是不是能幫什麼忙 這樣子 那我去問了一些人 然後也找了一些做運動 但是沒有在議場內的人 就是開一個會 然後聊了一下 把我想推動的事情再帶進去 然後也跟副儀他們也有把意見跟他們說 希望他們怎麼樣去推動一些事情 但是其實在裡面 他每天要面對的事情其實是很多 他一早起來就要被訪談 然後要先讀讀報 然後要準備這一整天要做的事情 然後三步五時會被cue 其實我覺得大家去思考一下說 今天如果你是那個位置大概也很難 但就好像是我們330的時候 一堆人質疑說 你們什麼不往前走一百步 然後就把國民黨給 把那個總統府給佔領了一樣 但是這個 這個不然其實你也可以來做 不然其實說老師 每個人在扛那個責任的時候 你要想的東西一定是 面向是比較廣的 可能沒辦法思考到說 就你如果換一個人來做 會是什麼樣子 這個可能可以再想一想 好 謝謝老單的回應 那個先請這邊 其實進到立法院裡面 我只能說在裡面其實都非常空閉 關上對外界的訊息還是怎麼樣 那你要在成立一個組織之前 我覺得無形間就一定會產生權利這個問題 那一個運動絕對不是單一人 單一個體 一定是由很多的團體所臨結出來的 那我在裡面看的 他們其實 甚至說我沒有參與過會議 那我覺得 我不會去責這些人 或者人家外面看這些事情的這些人 因為 第一個大家角度都不一樣 第二個大家知道的現況不一樣 所以我也不能說他們不夠可去批評 或者怎麼樣 只是說 我們要去看一些事情的時候 你要在會者 你才有辦法去理解這樣的事情 那在裡面在一個很封閉的情形之下 他們其實 我們整個整個組織這方面其實都一直對外 你看整個來來往往對馬英九那個豬頭 他只要回覆的東西也是一個很豬頭 很空的東西 那這個回覆其實一來一往其實 包含後面的嘉義畫來也是被被被被打回去 因為你回到什麼話啊 你回到什麼話啊 那對我而言 現在這個政府就是 對台灣這一關就是所有議題都是教徒政策 他就把你消耗到晚 那到後期的時候其實也跟韋庭跟非凡流 那韋庭就跟我講說 這整個運動過程都結束之後 大概都很累 然後講到權力組織這東西的時候 他也自己在講 他就講說 幹 我也是馬英九 因為到最後你沒辦法了 因為你所有的東西你 而且裡面的時候滲透其實很厲害 你到底什麼人來都不知道 然後你也要去保護 所有的運作方式 你訊息又怕外露 所以到最後一定會有這樣的狀況 那這個狀況其實 我只能說這個東西只能去累積這樣的經驗 就每一場運動都累積經驗像 你包含 因為國民黨最喜歡搞這一套 對不對 國民黨不理想要搞這個滲透進去 然後就是跟你搞破壞那些有的沒有 正在系統最會 有一個職業軍人 對不對 還是已經離開了 真的 因為其實我們大部分畢竟都知道 國民黨最喜歡玩這樣的東西 就說的因為滲透分化 然後栽贓 然後有的沒有的 然後就把你一個 他們五六十年前都在玩這個 到現在還是在玩這個 那你想一想 我現在對不了還是在 國民黨這個體制 所以我覺得權力這個東西 我知道你很想問的東西 可是絕對沒有答案 那就算說你親身在一個權力組織裡面 我覺得你也不會有答案 因為大家都在學習 大家都在學習 所以我覺得這個答案 我些層面上很難 很難 那我們都是因為不想成為馬英九 所以我們要把這個政府推翻掉 那才會有所有的NGO組織 不管現在的 不管現在的組織有多少 反正我覺得這東西到最後一定會 最後必須要集結起來 去對抗一個流氓政治 我會簡短回應一下 其實關於這個權力的一個問題 我自己的看法是說 在這場的運動裡面 318的運動裡面 你會看到說 我們不要談權力這件事情 而是說我們先看到了差異 也就是說 我在反腐胖的運動裡面 其實每個人針對一個 也許我們叫 我們說最大公約數好了 你為了這個最大公約數而來 可是我們還是要知道說 你跟我彼此會有不一樣的意見的時候 你跟我彼此是有差異性的 那這些差異性 有時候會被放大出來 會看成是一個大團體裡面的 一個權力鬥爭的一個現象 可是在一個這麼高張力的一個運動裡面 其實就像剛才提到 每個人他一天的這個24小時的生活 就是精疲力盡 那比如說我也參與在這裡面 我每一天都要去開這個所謂的社團的會議 然後所謂 剛剛有提到什麼幾人小組 我要講說沒有什麼幾人小組 是所有的NGO加上學生 一起在共同做決策 來共同來做一些決定 那在做這個決定的過程我必須要講 它是一個很艱辛的一個過程 可是我也覺得說 就是說那個權力的 就是說 你不可否認中間會有一些權力的掙扎 或權力的過程 可是呢 我可以感受到 每一個人參與這場運動的每一個人 對於權力這件事情大家是有所節制的 也就是說 當我麥克風拿到我手上 表示我有權力的 可是我相對來講 我會意識到我必須要解釋我的權力這件事情 我相信 在這場運動裡面 我看到幾乎我所有認識到的這些學生夥伴 或NGO 其實大家都有意識到 要解釋自己的權力這件事情 這是我自己的觀察 好 我們再一輪的問題好不好 再三個 好不好 大家怎麼說客氣 你是覺得說 這個運動太沉悶了 還是怎麼樣 還是你可以講一下 你自己在運動裡面的觀察 這邊一位 再兩位好不好 這邊一位 有嗎 好 這邊一位 好 大家好 我要問的問題就是說 其實我覺得說現在 現在就像我們現在看到這個視覺 對不對前面這個 就覺得我是從去年8月8日開始 我就覺得說 有設計投入抗爭這個 這個就是社會運動開始 我發現說現在的視覺越來越漂亮了 然後我想問說就是 因為現在設計人在現場 那我想問就是 他在做這樣的事情的時候 的動力是什麼 或者是說他有沒有說想要 出一個就是什麼 抗爭的設計的講座講 好我問完了謝謝 那我想問幾位過來人 就是因為其實你們可能都有經歷過 就是怎麼樣去面對自己心中的一個小形狀 因為剛好我跟他有分享到 就是當你推到一個胖警察的時候 其實明白那個心境會不太一樣 那對我們就是還正在轉變中 或者是有沒有說有一些 就是你們在內觀察那個經驗 在觀察自己在轉變那個過程 因為其實有一段時間了 有沒有一些建議 包括在跟別人談的時候 有沒有發現別人眼睛是 不是聽你談的時候是眼睛亮起來 還是聽你談的時候還是會有一些那種 嗯怎麼會這樣 然後這時候你們會怎麼樣再 可能或許會詮釋少一點 或許是會給他一些什麼樣的東西 就是可以有什麼樣的一個經驗吧 就是因為我一直很希望能夠 然後在這個教學生涯當中裡面 不是那種拿外科方去主導說 學生你要去看到什麼 但是怎麼樣能夠讓他自己去發現 我覺得其實這個是 是需要一些分享 然後能夠給我一些幫助的這些 那我代替線上的觀眾朋友問一下 他很想知道說 當初那個 用拖鞋設iPad的人是你嗎 然後我想問第二個問題是 就是關於紀錄啊 紀錄跟參與 其實我不 我覺得這兩個是很難 拿捏那個分順 因為你要去參與的時候 你必須放下手中的相機 那這個 這個部分你是怎麼拿捏 嗯 我想問一個是那個 關於公投羅倫蔡教授 為什麼他沒辦法進去跟參與決策的事情 參與誰的決策 就是紀錄裡面 就是紀錄決策 他有決策權 你說這種說 你要問我嗎 哈哈哈哈 那最主要是那一段時間有人在討論啊 我被以為的就是這樣 那時候很多人在討論 為什麼最後那些所謂經紀錄決策 不得經紀錄或者學生也好 為什麼蔡教授沒有納入 那你是不是應該已經講不去 對啊 其實這個 對我們來講 已經 我早就出來講過他 我什麼忙不知道 我先回應決策的那個部分 公投羅倫有參與社團會議 公投羅倫有參與在社團會議 我確認有這件事情 對 但是來開會當然不一定是蔡教授 所以你說他被排除 這件事情我覺得 這個不知道是怎麼樣說 所謂的被排除這件事情 開會的時候都有在 公投羅倫有在 我比較快一點回答這個問題 有這樣的照片 其實是很容易 拖鞋 是我們一起進去的朋友夥伴 張立佑 他那天只是經過IKEA 要去買一個室內拖鞋 自己要回家穿 他沒想到就騎到立島就去了 安泰 是我的一個朋友 龍山 張老人強 我們也是 他也是在NGO組織 他第一天也就進去了 基於這三個元素 構成了這張照片 也就是因為這樣的元素 大家來看得到 從第一天開始的現場狀況 裡面真的是很苛奈 因為我們找的交互 也都沒有用 因為交互都貼過 他裡面原本 二樓就是媒體 他們就是原本原有的線路 然後上面一定會有基本的交互 我們把它私下貼 其實年薪都不夠了 然後叫車一個這樣的東西 其實非常難 然後 誰會沒事帶來交互 然後你也沒有想到說 然後你會進到立島進去 那這個東西 所以 還好我們都是有智慧的人類 有沒有 所以基本上這個東西 有回答到剛剛那個問題 然後你剛剛 第二個問題是 紀錄跟參與 紀錄跟參與 應該是說 我本來就是在做紀錄這塊 這塊東西 所以你紀錄你就是一定要參與 那裡面有一個比較謹慎的地方 就是說 你要怎麼去把實際的東西 把它展現出來 我覺得這個是很重要的 這個是很重要的 因為參與運作 包括核心 比方人家找你 比方人家信任你 才有辦法找進去 那我這一路這樣走 這個所有台灣的紀錄 也是大家 所有的夥伴都這樣認識來的 那我東西 是一度在大家在路上 在街頭上都看得到的 所以那種信任感 我覺得 不是一天兩天的事 大家其實都一直在做這樣的東西 所以 必死而信任 才有辦法在透過紀錄的過程中 去參與所謂的比較核心的事情 因為 大家都想要盡自己的能力 去做一些事 大家可能就是英雄好漢 對不對 大家會的關係不一樣 集結起來 一起做這樣的事情 OK 我補充一下謙遜 其實謙遜這樣講 以我來講 其實那一天三八晚上 其實不一樣我們 其實在場外在紀錄 我基本上我技術上 插謙遜還很不錯 其實我當初哪裡相信是因為 我自己有在參與運動 然後參與運動過程 我希望某些部分不要被媒體去抹黑 所以你們會盡量去拍 就是我沒有學過什麼技術 其實三八晚上 那天我看到千賢在裡面 然後看到另外陳玉鑫 就千賢就出力媒體 如果知道的話 她妹妹陳玉鑫 也出過那個工研部門的紀錄片 其實我看到他們兩個 如果看到警方在工很危險 其實我相機是收起來的 因為我知道這兩個我很信任的在旁邊 一定不會把某些鏡頭漏掉 所以我會拿 相當程度我是拿起我相機 然後在誰房 在不管三號門或者八號門 我都會盡量去支援 就是剛剛千賢也有講 就是不只我們兩個 其實在台北街頭還有很多 包括某些所謂媒體的記者 其實我們知道相當程度 我們都很吸引他們 我們之前三一拜以後 還有一個很好的力氣就是說 直播 包括背影妹他們有年輕人在直播 不然之前其實很辛苦 很多鏡頭我們都拍不到 有一個Sky Lee你不知道知不知道 他當時就用了高腳架 從高角度這樣 如果看他高角度我們就從地角度 其實我們都不會去拍哪裡拍哪裡 所以瞄一下誰在哪邊 我就跳到另外一邊 剛剛我又講 他在尖尖在這裡 我絕對不會跟他衝入那個角度 我一定到另外一個角度 其實這我們在跑 在接著常拍的人 其實有一個很莫名 不必互相支援通知的一種默契 是這樣子的 然後剛剛那個有一個設計的問題 是請怡靈可以回答 麥克風呢 就是啊我覺得 比如說因為我在那個設計公司工作的時候 就是會有各式各樣的案 但是就是可能要包裝很多東西 然後不同的品牌 然後可能是茶葉 就是食品類或是 各式各樣的生活用品好了 那就是你可能要抓到他的一兩個特色 然後去幫他包裝 然後其實那個過程是很 就是盡心盡力在做的 然後花很多心思 讓他好像變得更有吸引力 就是讓他可以賣的更好 可是就是我雖然覺得 這個工作很有趣 但又總覺得好像 就是少了什麼東西吧 對啊 所以其實我後來可以就是幫 哲午做 就每個禮拜 就算只是做一個就是圖片 但是我其實就是很喜歡 就是至少我可以 我覺得就是 應該說人類都喜歡 還是會喜歡好看的東西 會覺得比較容易清潔 那其實這些東西或各種議題 他是比一般的 就連一般你平常一個 就是吃的東西好大的 都會花那麼多心思 花錢去包裝 那這些東西 本來就不應該只是就隨隨便便 就是就讓他 你比較 就是沒經過包裝的方式 就只是這樣呈現 我就會覺得有點可惜 我會很希望說 就是可以盡力去 讓他被更多人看見 對啊 所以 就是這樣 那要保單獎銷 對啊 老單 他就是我們設計的那個 其實我們在哲五的每個禮拜 五的這個 就是這個 cover 這個圖 其實就是 一開始只有老單跟依林 他們兩位負責設計每個禮拜 所以其實到今年年底的時候 我們大概可以出年曆之類的 其實我做的比較少 後來好像第四 第四到第五之後就換他做了 那其實我自己做ART已經做快 今年44歲嘛 已經做很久 從20歲就開始做 我一直覺得說 美這種東西啊 是天然的 就是如果一個政治人物懂美的話 大概就不會有BRT 你真是有多醜 就是說沒有正義跟美感 我覺得是台灣最大的兩個大問題 這兩個 其實你有正義的心的話 大概也不知道會做什麼壞事 那你有美這件事情在身體裡面的話 大概也不會 因為其實醜陋的物件 其實多少都有一點問題 對 那其實在這兩個 美跟正義這兩個事情之上 我覺得是要有信仰嘛 就是你有了信仰 才知道說 我有什麼東西去拼搏 然後你可以去思考說 短短一輩子 到底在這個世界上要做什麼事情 把自己放在哪裡去付出 就像剛剛有那個 哪位老師 不好意思 我都忘記你的名字 剛老師 不好意思 剛老師 剛老師說什麼 就是說 要成為這個報名之前 其實明明會掙扎這樣子 但是其實我覺得有信仰沒什麼掙扎 對 那其實我剛剛舉一類的例子是好玩 但是其實 我當然知道他們也不是什麼壞人 他在他的位置上做他的事情 但是整個大體制是有問題的 那他變成是一個錯 我放在那邊 要跟我 要阻擋我 要錯的事情 我當然就是 那就是上 也沒有什麼好去想的 那當然是一個信仰有公義在支撐 可能就不會懼怕 大概就是很簡單 對我來講是這個樣子 那當然可能有一些 戰鬥技能 可能要接受一點訓練 去慢慢磨練吧 OK 我談一下 剛剛那個 其實嘉義的一個問題 就是說去 我們去對抗這些 所謂公權力 或去對抗威權的時候 到底我們怎麼 比如說在前面 我們這些所謂的報名 怎麼去調適 或者說到底是怎麼樣 去找方法 好了 那我覺得 以我自己來講的話 我覺得 對我來講 最重要是要找夥伴 垂倒丁 為什麼 因為一個人去 你想想看 一個人去跟警察衝撞 跟十個人 跟一百個人 跟警察衝撞 那個狀況是不一樣的 所以 你有超過一千個人 一萬個人的時候 你就會佔領個中消息 可是你只有一個人 十個人的時候 你不敢做事情 所以我覺得 找夥伴 找志同道德夥伴 然後 找志同道德夥伴 我覺得還是回到最初衷 就是說 我們為了哪一件事情 我們怎麼去 找志同道德夥伴 比如說島國前進 是要為了這個 共和法武證 他們去找志同道德夥伴 那 折武 我們就在這裡也找 那個 孤單的靈魂的同台 就是找那個 大家 禮拜五每次做的夥伴 這樣 當然 不代表說你在這裡 是因為你 平常沒有辦法約會 所以才來 我沒有這個意思 但是 所以說我覺得 其實說我們 要去找志同道德 去針對某一些 共同的理想 跟想法 信仰 就剛剛 老丹講這個信仰的部分 然後為了這個信仰 去找共同夥伴 我相信我們就會找到 去對抗權力的那個 極致出來 我自己的想法 然後 老丹要不要補充一下 那個 要找夥伴的事情 11月29號 好 謝謝 那個 是這樣 我覺得 報名 今天再回來講這個 我覺得真的 報名 我們都還差很遠 是 立法委員 比較暴力 我們明明就說 我們要A 他們就要B 只要馬說 你們他們給我投B 他們就投B 然後我們 我們 花那麼多錢去 供養他們 結果就跟我們 唱反調 真正暴力是他們 用體制的暴力 在剝削我們 一天一天這樣子 所以我們其實在 318的後面 其實就有人在法喜抓 戈籃尾 那我們台中這邊 因為 比較沒有人要割 就是因為 他們那時候有 投一下票 我們票滿後面 他們就沒有要發動 所以我們就自己就發動 我們 名字叫做全面罷免 那 那一路走 也是 累累的 每個禮拜六日 出去擺攤 也是 效能也是 真的比較差 但是都是因為 就是大家 上班族 那只有星期六日有空 我們比較沒辦法做到 點點擺攤 所以可能有點比較慢 那因為比較慢 所以我們希望在 11月 29日 就是要 投票日的那一天 我們要做一個 就是 投票日 也是 罷免日 因為 那天做的其實是最快速 因為那天一定要去投票 一定會帶著你的身分證件 可以投票就一定可以罷免 所以那天我們就會 守在投開票所外面 然後幫大家服務 幫大家填寫 那可能有人會說 這樣有沒有問題 聽說好像投票日不能這樣幹的樣子 但是其實就法令上是說 就是 投票日的前一天晚上10點鐘之後 不可以再進行 投票的 宣傳上的事情 但是我們是罷免 我們不是要投票 然後我們要罷免的是 立法委員 跟今年九樓要選的 是一點關係都沒有 所以我們是會這樣子來幹 那我們就把那天就定為叫做D-Day 就是Democracy Day 民主日 我們來做一天 只要花一天 把民主這件事情好好的來做一次 從投一張好的票 選一個對的人 然後罷免掉一個爛咖 所以說希望那天大家來加入我們 那請大家去找一下全面罷免 其實去Google一下 我們還算有一點紅 可以找到 謝謝 所以要找 就是全面罷免人先要徵求 11月29號當天的志工 意思就是這樣 所以我們這個屋子裡面大概五六十個人 如果五六十個人願意加入 29號當天的志工 那就很了不起了 那就會有不少人 然後我們再說一下 我們這次要針對西南屯區 大家可能覺得說 我們這一屋子內的人好像共 其實差很多 西南屯區有98個投開票所 每個投開票所大概要4到8人 可能要輪班 所以我們可能要上千人 所以我們喊的是 幾百人投開票所1000個人 來參與這樣的事情 所以是一個很帥氣的事情 大家一定要出來做 那天我們會印很帥氣的T恤 我們沒有多的配 就是衣物性的 但是我們有便當可以吃 T恤也可以 謝謝 大家其實也不用擔心 那一天你不能投票 你可以投完票再來 也是可以 沒有投票權的 沒有投票權的也可以來 所以其實這個東西是很開放的活動 大家去找全面罷免 那我想今天時間上的關係 可能我們會先在這邊做一個結束 對對對這很重要 還好有人提醒我 市長給問 給問嗎 你們都參與嗎 有按讚的嗎 有 沒按讚請舉手 這時候不敢舉手 所以其實我們市長給問 我們希望說我們持續的在做 募資平台上的募資 我們現在到了什麼 52萬 52萬左右 那我們目標是70萬 那我們 這個達成的募資的目標之後 我們就會開始來開辦這個網站 其實我們下禮拜 下禮拜五左右 網站就會開始準備要去run 要開始測試 那我們希望說大家可以去多鼓勵你身邊的 不管是台中的朋友 你只是 不是在台中有戶籍 可是你長期也在台中工作就學 那我們開始來監督我們自己的市長 那我們希望透過這項市長給問的活動 每個人都有機會 來當個真正學習說怎麼樣當一個公民 其實是這樣 我們開始懂得問問題 然後我們懂得會討論這些事情 因為其實重點在 我們不會問問題 你從來不會去問什麼問題 你生活當中遇到了一些 跟政治有關的時候 你就忽然嘴巴不知道怎麼開口 那我們開始懂得學習去問問題 透過市長給問這個平台 你來問問題 那拿到一定連署的數量之後 我們邀請這兩位的候選人 就必須要來回答 你提出來的這些問題 那我們也會透過不只是網站上 我們希望說到時候會有實體的 我們來舉辦千人的實體的給問 然後來凝聚台中市民的對於一些議題的共識 然後這些共識呢 我們就要求這兩位候選人 也要來到現場 回答你們的所有問題這樣子 那鼓勵大家來參與市長給問 100塊就夠了 來拉一下 從100塊 來這邊幫我拉一下這邊的頁面 有100塊的啦 然後我們有很好的商品 有紙膠袋 這個分輕力特別推薦一下 你如果有公司行號的 那你 欸 怎麼不見了 就這個 你如果有公司行號的 什麼就可以來購買這個大量的 因為為什麼 因為這個分 這個年曆裡面 我們沒有放什麼國慶日 也沒有採訪光覆節 這種東西 不好意思 可是你會看到有什麼不一樣的東西 你看 它可能會有這個228紀念日 可能會有陳文成 會有鄭南榮 去難的日子 那也會有赤獎案 可是就是不會有這些奇奇怪 什麼行見紀念日 這些 所以是很不一樣的一份年曆 那你就可以送給親朋好友 做爭議的也很適合啦 我現在是到購物頻道了 好 所以大家可以上那個市長給問問 木製品來來多支持一下 250塊而已 好 工商服務結束 那我們今天活動也正式結束 那下禮拜齁 同樣的時間 那我們希望大家也可以來到這個 追追星期五 7點的時候來到這邊 今天到這邊 謝謝大家 那如果之後還有 對於羽潭人有什麼樣的問題 我們需要買 要推薦一下 今天也可以 這是現場購書 一本的 600 本來是成品賣780 那我們今天是現場買600塊而已 那也可以來現場買書 直接買完書就可以簽名了 可以喔 好可以可以可以 所以那 待會大家有興趣也可以在這邊 好那今天活動到這邊 謝謝大家 下禮拜的活動會跟一個議題有關 下禮拜是跟那個 大家有聽過巢運 無可蝸牛 我們下禮拜會來討論台中的房價的問題 在場的 你買不起房子 租不起房子的 歡迎下禮拜一起來聽這個台中的房價的問題 我們下禮拜